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我是Kevin Chang 設計情報中心的設計師 今天要介紹一個單位 就是120呎的公屋單位 戶主是一個人住的 其實大家都以為 一個120呎的單位好像沒有什麼好介紹 那就錯了 其實這個單位雖然小 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之前是比較黑和小 所以我們根據這兩個大主題 就做了今次的設計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小廳廚 都不能創作一個廚房 我們沒有特別陷入式的爐 加一個活動式的煮食爐 平時可以少的煮食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就在這裡 就加了一個小型的餐桌 小型餐桌之後 又可以變成一個活動裝桌 根本就是一物二用 為了要增加這間屋的光度 今次用了全白色的設計 在白色裡面 我們用了淺藍色 好像雪櫃和一個維生牆 我們都用了少少顏色去顯示 這些淺的顏色可以增加空間 和增加光度之餘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用了鏡箱 包了所有的喉 再加上一個二合一個座椅 完全巧妙運用了這裡的空間感 在傢俬方面 和設計方面 如果去在每分一個區域 是非常之難的 所以今次我用的方法 是比較特別 而且這麼多年來都未試過 去考慮一張床 如何由單人床 變成雙人床 所以今次的傢俬配搭 我們是用了幾盒益的設計來做 這間屋的設計難度非常之高 在我的設計生涯之中 是第一次做一個120呎的單位 因為本身在這間屋裡的廚房位 我們要拆走了之後 要考慮法律法規 除此之外 所有的傢俬 我們不能夠分每一個位置 例如房、廳、分開來做 我們用了幾個星期來計算 是逐毫毫去計算 但是我們花了功夫之後 會得到極大的滿足感和成功感 但是我們可以留在這間屋裡 我會看到一間屋裡的 我會看到一間屋子 那間屋子 會是ussa 那間屋子 我會看到一間屋子